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皇帝坐了这个地车他会巡视这个四方就是春夏秋冬 他会根据这个四季的这个这个季节的变换呢 然后这个北斗七星的这个斗饼他会指向不同的位置 那以春天来讲的话他有一个说法就是 另外一个叫做戒罐子他里面有记载 他说这个斗勺指东天下皆存 那表示说这个斗饼的这个勺子啊 他指的东边的话那春天就到了 指的东方的时候 对天下皆存 那斗勺指南的时候天下皆下就 哇夏天到了 然后再来就是斗勺指西的时候天下皆秋秋天到了 然后再来斗勺指北的时候天下皆冬 冬天 冬天来了 那所以春夏秋冬他会顺时针去巡视四方 那因此呢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因为北方他的我们的基本宫位 我们九宫有一个叫基本宫位的位置 他就是一的数字 我们有一到九的数字 北方就是一的数字 那但是今年2019年呢 一的这个数字他 这个我们叫做紫白飞星 他是第四颗星飞到这里 所以今年是四绿也就是这个文昌坊 跑到北方这里来 所以今年的四绿就是所谓的北方 然后也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文昌坊 那我们文昌坊已经讲过了嘛 然后最好是在这个农历的二月啊 七月还有十一月 你可以去做各种的变更啦 那马上就到啦 因为现在你说加一就是所谓的国历的嘛 所以现在是国历三月份了 可以做一些文昌坊 可以做一些更动 让你的文昌更兴盛 那再来我们有提到这个东北方位的是 这个所谓的二黑并服 所以就说如果有一些床布啊桌子啊 在这边可能最好稍微做一点磨洞 就是你如果说那要怎么移呢 因为可能你的房间就是在东北方的位置 那没有关系 你就把房间门关起来 关起来怎么办呢 关起来之后 你就开始看你房间里面的东南西北 就这么小的空间里面再去看东南西北 对再去看东南西北 那因此呢 你可以将你的床移到这个东边 或者是西边 因为2019年东边跟西边是最旺的 最西方 东跟西 那这个就是他化解的方式 就这么简单 房门一关 小小的空间 就开始拿着这个指南针指背针 就开始来量一下 找到东方跟找到西方 那就是最佳的位置了 就可以把床布啊或者桌子啊 稍微挪一下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月份他最适合动啊 你是说这个 对啊 这个冰二黑这个地方 随时都可以做这个动作吗 像我们刚才讲的 如果说你要移到东方或西方的话 我觉得随时都可以动 随时都可以动 没有机会就对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因为顺时针 所以这个东北方讲完 接过来就是这个正东方了 哦就是我们最棒的机方了 东方 正东方今年呢 就是他是六百是在这里 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三级方 其中的一个级方在这里 正东方 那正东方他这里称为五曲星 那也就是说 他其实他的财运也很旺 所以他是非常大吉大利的方位 那他的财运跟什么有关呢 可能你是做业务的 你是做生意的 他跟动有关 那因此就是你这个动得越多呢 那你这个就财力滚滚 所以适合这个做业务的朋友 就是跑外面的这种的 这个五曲星就可以让你真的是大吉又大利 那他的月份是在我们国力的2月3月跟5月 还有11月他算是很旺的这个月份 也就是现在嘛 好那这个这个五曲星这个东方呢 真的是2019年最棒的一个一个位置 所以大家充分的去应用他 然后接下来我们介绍的就是东南方 东南方 对 那东南方呢 他如果你是做北朝南的房子 那他就是在你的左斜前方 就是你 左斜前方 对 你如果站在你房子的中间 那你伸出你的左手斜出去 那就是那个方位 就是东南方 对 他就是东南方 那东南方呢 他今年是第七颗星 在这个这个宫位 那第七颗星 他有一个现象就是 比较容易有口舌 啊口舌 比较容易有口舌 那就不过桃花 听说这个也很旺啊 嗯 对 那呃 所以他的这个不好的月份 是在3月10月12月份 他可能跟你这个呃 身体就是健康要注意 尤其可能是发烧啊 等等的症状 流感啊等等症状 啊流感 听到现在听到这种生病 都觉得很恐怖 那另外比较好的 就是我们的呃 4月跟2020年的1月 他还算是2019年的 这个农历嘛 所以他那个时候也很旺 哦 不过这个这个心 不是那么好的话 像你讲说又有口舌啊 那就不要去动他就是了嘛 嗯 应该是避他比较好吧 避开他比较好 因为其实每一个房子里面 都有脊方跟胸方 你不太可能 避得掉 就是说 假设说你的房间 是在这个位置 那你就要做调整 哦对啦 就是说我房间 刚好摆在这的话 那就像你讲的 我们赶快再往 对 房门关起来 房门关起来 再去找他的 西方 对 或者动一下 就是到刚刚所谓的东方 是最棒的 是 所以你说有口舌 会有口舌的这种纠纷就对了 是吧 那有一点桃花吗 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 所以这个东南方呢 如果您刚好在这个位置的话 那当然是我们要在修口上面 多注意一点就对了 那在国立的三月 十月跟十二月 要防一些什么发烧啊 什么的 是 哇 这几个 这个 这几个月份 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真的千万不要生病 生病真的是非常不好 是 很辛苦的 是 好 那今天就谢谢书惟老师 跟谢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